好 重头戏 来啊 来啊 哇 一开播就打厉害了 会剧TV 第十七季 第七集 差不多尾声 不是尾声 看看玩不玩得完 今次要介绍的是 上次我们在这个铜锣环 狠狠地介绍了两获的十二串 亦都是重头戏 Ironman Nanotech 4.0 今次就是这个Mark 50版本 BoxArch 听说是有这个紫外功能的 我们马上试 不知道的 真是马上试 真是很值得玩 很漂亮的 不是 不错 大家知道灯的 整个人都可以继续 既然是这样的话 不要关掉你的灯 嘩 嘩 嘩 这个布局 它本身用了橙色和黑色去装 而你现在用这个紫外光灯照 就会变回紫色 果然是紫外光 很漂亮的 很漂亮的 如果大家有看这个 Arranger's Fee Endgame 都看到其实我觉得 纯粹我个人猜猜 他今次Mark 50 这个Marking 都是跟上 Tony那件衣服 哦 是的 再把它变成实体化 变成整件事 就非常完美 Derek叫着他 有没有像蒙面出人的Eden 根本就是 跟Eden一模一样 颜色 其实有时间我也想说 刚刚这一两天的Tamashi Feature 2021 哇 你真是有钱 你老 哇 整件事真是癫癫的 真是 好漂亮 好漂亮 射到台座有没有呢 其实我真的不知道 台座有没有 台座都有 有 喂 整个人都很开心 如果真的有空间 有钱 有位 你咯 那些 紫外灯的 是不是 紫外灯的DISPLAY箱 射着这些 这几只真的 哇 没得顶了 是 那我们承邀了 玩具界的桂公子 玩具打手的 陈国水先生 过来做一点评价 是 是 剩下的30分钟 交给你 30秒而已 怎样看 他这个套装和 他的色彩非常好 因为很平衡 很平衡 模式不错 但我觉得好像运动衣服 哈哈 外灯的色调好像运动衣服 是 其实本身真的说要看它的细节 我就真的要拔它下来 台座不要了 我感觉它好像多了一点 好像高大的水贴 那些边位 隔壁那些 其实本身就着大家 要怎样小心去玩 我想到最后再说 看到的紫外光条的效果 另外 其实如果大家细心看的话 它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用了透明件的 我再重复多次 透明件 哇 那个高级感高了很多 它一透明了 就是 胸口 你看到其实它本身是 Imbalance的marking 那这边其实是透明的 嗯 而且它的处理是磨砂透明的 是啊 所以呢 肩甲位也是透明的 前臂也是透明的 它这个处理会不会比 真的就这样透明呢 它这个磨砂透明 好像高级了一点 是啊 其实不要说高不高级 我坦白说 玩得透明的 下场是怎样的 水哥 就是了 所以现在这样就变得好很多 另外看到大腿也是透明的 就算变黄了 也不是很过眼的 是应该是 原则上是难一点的 不敢说不行 会见到 都是那句 它最精彩的始终就是 它的佈局 特别是marking 我自己最喜欢的东西 就是不平衡的深厚 那当然 不对称 是 同样的 其实我刚才都没试过 现在就试一试 先试一试 这些很难度表现 对啊 是很厉害的 包夹 大家看看对象看什么 哈哈 你不跌的 不就是难 胸口也能开的吗 刚才听到声音了 哇 这个真是危险的 笋位 哇 本身Archrietta 旁边的所有布局 和路线路 都是很清晰的 看到的 但其实 实际上 你会见到 它的造型 是有少少雅色的 嗯 当然 配合这个胸甲 又是另一样玩法 那便可以见到 它的透明位置在哪里 好 始终都是公众场所 我还是带回罩 先 看到其实 它的左臂 时间关系 已经和它 安装了手臂炮 你会见到 它同样地 是用回 刚才所说的 黑 螢光 橙 灰 和前面炮 头用了银色 所以 整件事 都是非常配合的 会捅到 食调 没错 不断异到肉 其实上次 我相信介绍 Mark 50 时 都玩过 但我再玩多次了 头 它这次 就这样揭起 包起前面的面罩 对 球顶开关 这个比较简单 简单也好 对 另外 后面 主要是靠这块背甲 我强烈建议大家 用它附加的 类似棍子的东西去揉 好 电池就在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想先介绍它的背包 哇 Ricky是很热的 是 麻烦 醒醒 同样地用那个Color Tone 银 黑 橙 灰 来做色调 其实真的很复杂 它的上色 是 marking 我最想大家 其实真的 留意的 就是留意它的 条文 的设计 是很Cyber 和感觉 非常漂亮 当然 亦都有些 小肩密的 就是它 旁边的 刺位 可以抹去 要很小心 同样地 Ricky说得很对 因为你这些位 对 又不是很确实 便��时 要小心点 千万不要跌 koskaene 一切就应该可以凹 Office 可动用來1 2 3 4 5 Sicht 整理 我觉得像无人机 说得很正 你也 feel good 是否像模型相似 抖音上去的曲線 很流線 很漂亮 看到裝上去後 全速飛行形態 漂亮到一個點 不像Yellow Jacket 聽說Yellow Jacket又會再出場 是嗎 是呀 聽說 是Spider-Man 不是 Aint-Man & Swap 是呀 二 而且看到它本身的接駁位 基本上是看不到 有什麼瑕疵和接駁位 沒有什麼空隙 沒有什麼空隙 很貼好漂亮 好 說回另外 我自己覺得一個優點 說了 本身其實 我想由這個Mark 46開始 每次它都是走這個流線型 今次最成功的就是 它用這個肩甲位的處理方法 它完全是將肩甲和上臂位 是可以無縫地表達 當然 其實絕對一定是可動的 但一蓋上去的話 就變成整個位置都很漂亮 很統一的感覺 不過 另外我自己就覺得 玩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現在開始說一些留意的地方 第一 整件東西 其實你看到這些這麼漂亮的條紋 我覺得是類似水貼的 變成你真的玩的時候 粗魯一點 擦一擦 或者用手指甲不小心插一插 九成會花 所以變成玩的時候 大家真的真的真的要小心一點 就像Walker那樣 戴手套就最健康了 戴頭 是的 第二 本身亦因為很多位置很漂亮 很貼 所以變成困甲的機會是很大的 肩膀是高危 大腿你要看了說明書 拉出來才能動 否則都是高危 另外有一個 我都不知道是優點還是缺點 我都很難分的 就是這個老鼠仔位 即是上臂位 本身因為始終它都是這麼流線的話 你想動這個前臂 其實某程度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變成它就做了這個關節 將它可以拉高一點點 變成它不會影響到太大的可動性 其實這是一個聰明的設計 玩的時候 是的 就要拉下來 如果不然又會這些角位 就會撞回其他甲就很容易花 好 同樣地 它亦都有拉出色的關節 令到它前臂和肩膀位的可動性增加 我想在後面你會看得更加清楚 或者我又再拆這個出來 這個真是這個好玩 沒錯 如果是針對上臂和肩膀位的可動性 如果是針對上臂和肩膀位的可動性 有些技巧 剛才我看你搞這個位置 去開燈按鈕也有點難搞 是 裝電都裝了很久 最理想就是拔開這一塊甲 這裡剛好有一個螺絲洞位 在這個位置叫 那你就輸少一點 好了 剛才手說了 它因為這個上臂可以拉上去的關係 就可以動到這麼多 大概就是超過90度 極限制了 因為本身這個位置會刮到前臂的位置 很容易會刮到的 這要留意 好 玩完就玩腰了 每一次的Iron Man都是一樣 拉高它 就可以令到本身 好腰好腎好男人一點 當然了 你看到其實是三折的 當你拉起了它之後 就可以更加方便你左轉 或者右轉 不過 我想讓大家看看後面 你會看到 這個甲位是很容易會困到 兩邊的 所以變成你扭的時候 那時候就不要太過暴力了 同樣地 因為就著可動 所以變成前面 和側邊的裙甲 都可以拉開 記住 如果你想真的擺爆地的動作 記得 把雙腳拉下來 我把雙腳推回原位 那你就會看到分別 觀眾買了未必會拿來炒地 拿來炒 即是拿命薄 這已經拉低了 所以變成你拉低了之後 看見到很害怕 可以踢回90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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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脚夹有弹弓 记住是弹弓 所以变成了很舒服的回弹 想调校贴地性的话 一样拉下整只脚掌 后面有一个关节可以移动 变成你移动时相对 脚掌的角度可以大一点 记住是拉下来才拉 否则会撞甲 对 向上踢 你便要将脚夹 预先盖上上面小腿位置 这个便是极限 左右相对性 其实可动性不一样 不算是动得很夸张 同样地要留意这几样东西 记住这个大腿位很容易撞到上面 所以玩的时候要预计一些位置 先打开腰甲 这样便安全 才把腰甲 最重要的 也是的 所以变成了玩的时候 你真的要起了所有格 你才可以动脚 最安全 主体其实最主要是玩这些东西 当然 既然很坦白说炒烂烦而已 那当然要多一点东西才过瘾 这个尺寸就很棒了 这个尺寸就很棒了 刚好一个人的高度 刚好一个人的高度 对 肚子应该是一个人的 对 后面 非常聪明地 这里是有一些 类似棉花状的东西 装组方便是用拳头手 手指弓向上 很方便 一套套进去 打眼睛 哇 多厉害 又不怕弄花 这个设计真的不错 有些铺铛 对 你看到它用了类似 我自己的感觉 我看到第一个感觉就是 遥控车壳 对 就是遥控车壳的感觉 下了透明 透明橙 以及灰色 来做分隔 这个紫外光射下去 没有东西看了吧 应该没有 虚似 哇 你这个 你这个形容它 已经很高级了 我突然觉得它有点像 那些外卖范盒的歌 哈哈哈哈 很远 好像是无形中间的级索 是啊 好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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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很远的 这个壳 好 另外的工具 继续 因为它说的工具挺好玩 刚才提到的臂炮 还有 大小小 没错 我自己最欣赏的另外一个臂炮 它的 它的造型是 它是50 50 留意本身 我不知道拍到的 它有一个小小的凹位在下方 这样吗 在 好 利安 裝組時就要重看 這裡也有一個握位 變成這樣套上去 很溫柔的 你看看上燈 這個有燈嗎? 沒有這個 有啊有啊 不是,上面這個射進去 所以不是很光亮 皮疙瘩,我這樣放下去 看樣子是嗎? 是的 是的,有啊 不錯 好啊 好像有涼了,牙齒 是的,這個很厲害 還有其他兵器 沒錯 不斷擺放一擺姿勢 由墨西哥的朋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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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又麻煩了 麻煩你 有 手型 有手型 沒錯 本身除了拳頭手之外 也有另外 一二三四五六 六隻手型 有火動手指 有 Ironman的掌炮手 還有 這個臘野手 最後要介紹的就是它的 雙人鼻 我還是習慣了 先插上去 我都給大家看看造型 嘩,真棒 得過不是這些手型 透明件 黑色 繼續是螢光紅和灰色 加上銀色 最主要都是這幾個配搭 嘩,裡面這個位置有幾個燈膽 那幾個位置好像很有型 是啊 雖然不會開燈 是啊 以為好像會開燈 也好像有幾個燈膽 是啊 因為我有少少頭鼠的氣氣 其實我也害怕 不是這樣 對 正在咬著 正在咬著 還是要跟它做一做 鬆骨的動作 這個背包真的很神經 對,很漂亮 嘩,好用喔 嘩,好用喔 好像新車介紹 車殼 簡單車的 車殼介紹 菜車的感覺 好 好,拿著這個家叉 不知道怎樣叫 這個兵器 我拿得很緊 不過算了 先衝著雞頭 好 當然了,如果你說有 200限定的 你就會再多少少玩 但作為一個平民的我 其實這樣玩 我已經很心滿意足了 它還有一個限定品 是 是的 你看看 其實本身就著 Ninotek 那幾件 除了Ninotek One之外 其他都算是沒有特別 怎麼炒 這隻我就不知道 我也沒有特別興趣 研究它 什麼炒價 這些老老 但就著本身的 產品質素 是很高的 而且玩的娛樂性 我覺得挺好玩 比其他的Ironman 還要高很多 又可以多一架 可動性又好 武器又多 又可以射到 紫外光燈等等 所以 未入手的 用正駕想辦法入手 謝謝水哥 我是偷水哥圖的 今晚還有沒有其他